那順便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有買關鍵字 所以您可以在 用這關鍵字就可以找到我的資料 那主要在這個 部落格裡面 在這邊那另外呢 這是舊的 還有我有經營YouTube頻道 所以我們的 這個你連到我的部落格之後 我在上面呢 就有這個YouTube頻道的連結 還有其實我們有分享給各位的一部分的免費軟體 我也都有都放在這個上面 所以你如果萬一今天沒有帶隨身碟 隨時都可以到這上面來下載 我上面的資料會更多 那麼在這裡的話呢 我有把 每一個就是那個 影片好像我們上次我在學校上的這個 那我都會 照就是 上課的主題 演習的主題我把它分門別類所以你點進來之後 類似像這樣點進來之後 您就可以從這邊去看 像這樣子 好所以像我們剛剛那一段也有把它錄起來 第一段的在這邊 那我會再回去再把那個標題稍微把它下好 OK吧 因為我們下一次 如果你有興趣我們下一次要講的就是有關數位教材的製作跟 錄製 像這種的話 這樣子比較方便 我上課還沒講完就已經錄好了 就是跟 平常 跟著講就跟著錄 好 OK 那 了解這個概念之後我們剛剛回到您的這個地方來 如果說你已經有登錄了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 在這邊 假設你有登錄了之後 您可以從上面這裡 看到在這邊 它有一個 Setting an account 你可以從這邊進去呢 預設各位從這邊進去之後應該是 你所看到的就是100MB的空間 100MB空間 好我往下走 再往下走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我的空間是500MB 對不對 那其實說真的 一般來講 除非說 你的簡報裡面有很多的影音 或者音樂 或者圖片很多的 才有可能會 空間會用的很多 那一般來說其實應該還好 好應該還好 那當然如果您的 影片是來自YouTube 那這個就不佔上面空間 它就直接連結而已 就比較簡單 好 如果您要升級就按一個這個 upgrade 好你按一下 升級 好這邊也有 就從這邊進來 就連講 稍微看一下 好 OK 進來之後呢 它上面就可以 一樣 但是你要往下走 它做的有點小 它怕 你用太多 所以在這裡 Steven T-shirt這邊 你把它按一下 好 那麼這邊呢 它就真的會記憶封沒有給你了 因為我的已經試了 所以 這邊沒有出現 正常來講 如果你點到這邊 那個下面呢 就會出現 要麻煩你填寫你 學校信箱 而且真的會記憶封正正進過去 那你點擊了之後呢 它就確認這個信箱是你的 就OK 這樣就可以完成升級的動作 所以其實你可以 完成之後呢 你就是從上面 剛剛我們上面這邊 直接去看一下 你的帳號是有變500MB 這樣就可以了 好我把後面還給你 好我把後面還給你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